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在落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此刻 经过前两天的雨水之论 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欢喜哦 因为真的这个雨下得大家 让大家觉得舒服了很多 但是呢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 虽然有下雨 但是不表示我们就已经解除了干旱的现象 因为根据资料来显示呢 这两天的雨量啊 从英文来讲只是a drop in the bucket 就是只有一点点而已 和我们真正需要的水量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不能以为下了一场雨 就可以尽情的用水了 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是周末休假 如果您还没有把你的洒水系统调整一下呢 您等一下可以利用时间 把家里庭院的自动洒水系统 先让它休息个一两个星期 珍惜我们的水资源 还有啊前两天刚好有去个party 看到大家洗碗的时候 有些人在打肥皂的时候呢 水龙头还是开着一直让它流 一直让它流 也请大家一起留意哦 虽然是小水 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省一点点 真的可以积少成多 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正眼法师的开示呢 也和积少成多有关系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去年11月 菲律宾的海燕风灾 全球的善心大德呢 支持慈激为他们付出 那慈激呢 也用以公代正的方式 让他们重新站起来哦 所以呢在我们帮助他的同时 我们也都不会忘记 要让他们能够回馈 也都传给他们的这个 击沙成塔 据少成多的观念 让每个人都领养了竹筒 每天呢都把小小的领钱 存进竹筒里 一年后的今天 我们再回去呢 大家猜猜总共这些一脚五脚 累积下来有多少呢 还有一位市长啊 也因为这次的因缘 改变了他的杀业 改变了他的生命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 恭听正眼法师的开示 那也在开示里呢 寻找这些生命的答案 四大条河是一大的幅啊 刚刚也看到了 在日本呢 在熊本县阿苏中叶火山喷花咯 哇这个火山喷花呢 就五百多公尺高 这火山最近啊 在世界里到底有多少的火山啊 最近频频发生啊 火山爆发 明明都是一座山啊 那为什么会这么热啊 这个热量这样 一直到啦 能喷发出来的火焰 而且呢 烟可以喷得那么高 可见啊 之强啊 的确大自然的威力真强 而且呢 也很高 常常都会听 人啊 都很撑墙说 人力定能胜天 能吗 绝对不能 我们人啊 就是如西米山下的一只小蚂蚁啊 不过呢 这一只只的小蚂蚁 假如啦 都可以呢 让它这样的会合 小蚂蚁的呢 力量也大 有的时候看到啦 这只蚂蚁啊 小小的蚂蚁啊 集中力量起来呢 一块大饼呢 也可以被扛着移动哦 那他们为什么要扛着大饼移动呢 那就是要回家 回家去啊 供所有的小蚂蚁来分享 要不然的话 它吃一吃啊 一走了吃啊 可是它不是 齐心共力 大家呢 座心困难 就要把大饼搬回去 可见 小蚂蚁啊 也有这样的核心共力的精神力量 何况我们人呢 不要自己太撑墙了自己呢 力量能胜天地 光单独一个人 没有办法 何况呢 众生共业 昨天看到了杜鲁湾的新花艺菩萨来到台湾 那就是一个因缘 海淹台风的这样的破坏性啊 威力之强呢 让整个城市啊 都瞬间破碎了啦 这种异火红黄重生的这一群人啊 他们回顾起来 感恩慈悸 慈悸呢 来自于好几个国家 大家呢 用心力啊 用心力啊 这种的付出 点滴的付出 共成了资源 更感恩呢 玛丽拉的慈悸人 那样长时间的陀陆陪伴 其他八九个的国家 菩萨们啊 也是同心协力的去陀陆 当他们最需要的时刻 这种不就是像那小蚂蚁呢 扛着大饼啊 要去救济呢 这么多的苦难人吗 所以这种爱的能量啊 只要呢 汇合起来 真的是可以看到了 一年后所看到的成果 刚刚大家已经看到 听到了 他们回来的时候 那他们的分享 回顾过去的一年多以前 十一月八号的那一天啊 好 就是了 那么的强力的台风 摧毁了这么一大片的土地 就是需要有菩萨发行 及时的陀陆 这都是同样的一年行 看到了那一位里长 全家昨天都来了 儿子啊 女儿啊 太太啊 这位里长呢 他在分享着 跟自己人在一起 了解到因缘果报啦 他平常呢 是这样的 养鸡养猪场 开得很大 每天提供出去的 都是杀业的 他接触到慈祭人 听到了因缘果报官啊 一心念转 成为菩萨第一 他们呢 已经数十了 这位里长开始投入慈祭 成就了他们当地的里民啊 他们一直一直呼吁人人啊 来哦 来哦 慈祭人来咯 他都会呢 这样很热情的来招呼啊 开始呢 慈祭士 他就成为慈祭人 这一家人啊 都发心 力 愿 所以大爷 庸町 庸甲 庸甲 拥重放棄啦 不过呢 天不服 苦心 人 他虽然不养啊 竟有外国来的工业 多时呢 好像在做干净的工业 把他整片土地还有建设的 都统统把他租了 光是收租金 那就已经积货贵 所以他说 现在粮粮粮 可以投入资金 要培训了 发心力业 将近一年时间 他都是陪着 我们慈祭人陪着国英的工程 陪着伟松的 他们的号召礼民 他们的付出很多 还有企业家 当地的他们 假如没有慈祭投入 他们当地的就无法复苏 能再复苏商机 他的生意比过去还更好 因为人人都要重建 他的五金的生意 所以他也愿意走出来 投入 同时也要负责 在当地 华商等于是领导人之一 他也愿意这样的付出 这都是在一个台风 一个灾难 翻转人生 已经多少人 都改变了过去的人生 那么现在 一火红黄重生 现在攒起四旁来 那反而更美 更好 慈祭歌选 今天为您准备的是 语录 也是我们慈祭大爱剧场里 描述一对台湾夫妻 刘继语和简词录 他们在马来西亚发展事业 在事业有成之后 投入了慈祭制业 让慈祭的种子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故事 他们就像是雨露撒异香 绝法成永泉 撒下了希望 让爱萌芽 雨露落下 遍地开花 有一个安定温暖的地方 陪我们快乐成长 叫做家 不管在多么遥远的地方 靠在我的肩膀 这就是家 每一座城市如此不平凡 每个人都有故事说不完 不管面对的挑战有多难 只要相信自己就有力量 卷起手 扬起风帆 坚持梦想 不留遗憾 洒下希望 让爱萌芽 雨露落下 天地开花 每一座城市 是如此的平凡 每个人都有故事 说不完 不管面对的挑战有多难 只要相信自己就有力量 牵起胸 扬起风帆 坚持梦想 不留遗憾 洒下希望 让爱模样 对路让下 天地开花 扬起眼省 扬起风帆 坚持梦想 不留遗憾 洒下希望 让爱模样 带路让下 天地开花 一般而言 人家给我们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开心 那也会想说 哎呀有没有什么好康的东西 可以给我 但是故事这个男主角很奇怪 国王一直要给他 但是他却又一次一次的拒绝了 总共拒绝了四次 为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四次取宝这个故事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就是因为有六根对着外面的境界 所以我们会起分别 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耳朵有听到 眼睛有看到 鼻子会分别相臭 吃直到软硬 身体会去感受冷热 这全是因为接触外面的境界 这样的接触 我们的心 这个一根 就会生起了分别 然后去思考 造作 你若是心有不轨 就会照页 一根和境界 是互相接触 然后去思考 造作 所以这个意念 我们要常常注意 真的要用心注意 若不好好用心 不好好专注于我们的意念 意念有一点偏差 我们的根层就会造作 所以我们还是要很注意 这个注意 人家说专注 专注就是我们的心要专 要注意 心专于意念的境界 所以大家真的要用心 有一位国王 他相信婆罗门教 他非常非常的虔诚 所以他对梵志也很敬重 就像佛教徒敬重出家人 有一回 国王觉得要为贫困的人 大布施 他就下令打开国库 贴告示 在七天内要打开宝库 只要是有需要的 都可以来取 第三天 来了一位梵志 国王对他说 你尽管从其中拿一堆去吧 这位梵志也很高兴 他就取了一堆 放在袋子里 就离开了 走了差不多七步 他又走回来 把珠宝放回原位 国王就问 你为什么要回来呢 我取这堆珠宝 是想要盖一间房子 我房子如果盖好了 应该要取七 这些应该不够 不如不要了 你如果要取七 也可以 来 你再拿三堆吧 梵志打开袋子 又拿了三堆珠宝 再走了七步 又停住了 他把珠宝又放回去了 我有了房子 也取了妻子 但是要生活啊 我要有田地 还要有奴婢 这些还是不够 所以我再拿回来还你吧 既然如此 不然就七堆珠宝 你拿去吧 梵志走了七步 又再背回来 唉 还是不要了 我要是盖了房子 取妻 有田 不过以后 我要生儿育女 要他们嫁娶 再下去 儿女吉凶 他们的生活若好 我就安心了 但是生活若过得不好 我也要帮助他们 这么多计较 唉 还是不要好了 你觉得多少才够呢 你就搬吧 梵志就全部都搬一搬 又向前走 回头说 唉 我还是不要 虽然你要给我很多很多 但是 人命 处事 到底有多久 万物无常 但兮难保 人一直在贪 欲 这个欲念 实在是贪 贪 不尽 在如何规划 对自己是一种辛苦的事 因此 唉 我什么都不要了 国王觉得这种意境 实在是至高无上 进一步询问时 梵志 现为佛的形象 是释迦牟尼佛 来度化这位国王 所以国王 归头佛法 以佛为师 将佛陀的教育 推展到他的国家 教育人民 我们平时应该要很用心 这个意境 有时候 我们若不小心 就像佛陀 化为贩质 来说法 我要房子 我要娶妻 娶妻之后 我还要有田地 有奴婢 有田地 有奴婢之后 我娶妻 还要生子 以后不知道 要生多少孩子 这些孩子将来的家境 好 坏 不如意的 我都还要去照顾他 就像这样 求无止境 有句话说 心如工画师 无画而不做 他能画出 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全在思考中 看看一粒骨子 这粒骨子要发芽 才成央苗 央苗要种了 和土地会合种下去 才能长大 才能结穗 才能再有骨子 一样的意思 就是这种造作 所以 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这个思造作以后 它就会再牵扯 不断不断 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真的要深入 我们要从外面的境界 一直往我们的内心思考 我们的心 就像一面大圆镜 能够分分明明 照得清清楚楚 镜子若沾污了 境界就不分明了 我们要让我们的六根 接触到外境 能境界分明 这个一根 我们要顾好 才不会为了外面的境界而偏差 大家要时时多用心 还要专注于我们的意境 各位听众好 我是萧医师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食品的问题 最近闹得风风火火的食安问题 使得这个话题又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的 我在朋友家翻阅了一本书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吃了会死 食品添加物 树茶 作者李富 还有审定者张文超 他们都有着深厚的食品营养的背景 这本书的出版日期是 2013年3月份 对于食品安全有疑问 跟好奇的朋友 倒不如翻阅一下 他以简易的文字跟图片 归纳出大部分有关于 市面上常常接触的食品添加物 还有一些热门的话题 比如说口蹄液 禽流感 狂牛症 食品的漂白 还有三句清安等等 他都有所讨论 当然每一本书都代表每个作者 他个人的意见跟看法 他不是一本圣经 但是茶余饭后 给自己增加一些知识 以及食品的选择 祝大家健康 再见 圣诞佳节快要到了 这段时间 想大家会花很多的时间 都在购物 还有准备礼物上面 您有没有为了要准备礼物 在伤脑筋呢 在这里啊 此刻要向大家推荐我们的近视人文产品 作为您准备礼物的选择 好书 好音乐 可以帮助我们滋养我们的慧命 香鸡饭 慈忌茶 五股粉 可以帮助我们成长我们的生命 您的这份礼物呢 会是双倍的好 您可以送给您的家人 跟朋友一份很好的好礼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支持慈祭的近视 近视 继继续做为全球慈祭人的后盾 所以鼓励所有的听友们 可以到我们的联络处或书宣来选购 您今年的佳节礼物 可以更有意义哦 12月7号 我们在城县联络处 邀请到黄昭说医师呢 来分享有关乳癌的健康讲座 时间是下午的2点到4点 在12月14号呢 我们签向市 Soulson Oak 有一场流行感冒的健康讲座 时间也是下午2点到4点 欢迎有兴趣的听友们打电话来 我们会提供您详细的时间 还有健康讲座的地点 请大家告诉大家 四季医疗网已经正式成立了 欢迎65岁以上 红兰卡长者免费加入 门诊住院手术处方药 免资付额无月费 试病如亲 人本医疗是我们的宗旨 四季医疗和志工团队 将用更多的爱心 守护您的健康 提供您所需要的医疗服务 详情请洽 9094478612 圣谷艾满地联络处 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早上 七点半到九点 会礼拜法华金序 是完全对外开放的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一起来前程礼拜 我们在下个星期六 12月13号 会有12月份的拜金 欢迎您一起来参加 冬天来了 天气也变冷了 很多流浪的街友 必须在街头度过寒冬 连续五年 慈激人配合东盛盖博谷 流浪和协助团 在冬天晚上的临时收容所里面提供服务 我们从每年的12月初到2月底 每个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晚上 有志工还有牙医师还有理法师们 他们开着大爱车固定到收容所去提供服务 我们平均每年的服务人次 有150到200位的街友 我们之所以能够提供这些服务 完全是有社会上的散心大德 给我们的散款支持 另外呢 我们也有一群志工呢 也在为监狱的育友们 寄给他们安定心念的书 鼓励他们的禁私语 因为我们知道 一本成本五块钱的禁私语 可能是改变他们生命的关键 而我们的社会上 也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 去改更多的监狱 我们的纳税人 也不需要每年花六万五千美金 在每位兽型人的身上 所以呢 在这里要鼓励大家 每年12月是当年散款 可以报税的截止日期 如果你在这个感恩的季节 想要付出您的爱心 我们非常欢迎您在12月底前 将您的散款寄到慈寄美国总会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到慈寄网站上 直接用您的信用卡捐款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需要我们协助 可以来电 909-447-8612 909-447-8612 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络 心无杂念 凡事乐观 踏实做事 就会有智慧 所有空中的听友们 福田一方腰天下善事 新年万蕊造慈寄世界 我们非常期待您对慈寄的呼持 美国慈寄有一个新的网页 是为了更方便手机平板的观看 我们的新网址是www.cij.us 欢迎您可以到我们的新网站点阅 也祝福您 日日欢喜 平安吉祥 我们下周再见 世界充满着爱和关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